南投一名63岁的占星妇人跟家人到西头去玩 结果走失了 家属非常的着急 后来紧箫帮忙找人 直到入夜之后 历经了五个小时才找到人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林借问来告诉我们 借问 是的主观中一名妇人来到南投的西头游乐区玩 结果却和家人失联开始迷路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景亦箫 以及他的女儿家人呢 都忙着骑着车子拿着照片呢 开始找人了 非常的焦急 那他们说问这名妇人呢 走失的时候是牵着一只小的黑色的小狗 他们忙着问路人到底有没有看到他的妈妈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红色的图 还有画着一只小狗 对对 牵着一只黑色的迷你渡逼 他就在那个那个西头里面就走失了 走散了 有没有坐下来定点休息 对对对 他定点休息 然后回头就没看到他 对对对 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对对 那么可以看到妇人的女人相当的焦急 因为他的妈妈已经63岁了 他跟着他们呢一起来到这个南投西投的游乐区游玩 早上11点多买票进入 结果因为人潮太多了 妇人因此和家人走散 一个回头呢就发现妈妈不见了 全家人赶紧呢找妈妈的下落 但是呢找了五个多小时还是找不到 只好打电话向消防队来求救 那么消防队呢是出动了多名的这警义宵呢 大街上到处的找哦 一直找到了晚上 妇人呢总共是牵着小狗走了20多公里 越过了四个村落 我们看到妇人最后被找到的时候 看起来是有点力气全失了 最后在小半天被找到八个多小时 才结束这一场的惊魂祭 只是我们在现场为掌握的强细情形 把镜头叫Pony直播 还好在找寻了五个小时之后 也找到了这个老妇人